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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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六大感官里面最重要的感觉系统 然而目前全球超过十亿年轻人 由于暴露于生产 生活 娱乐等噪音环境中 从而面临听力损伤的风险 我国拿残疾症的有八千多万人 其中有两千多万是听力问题 为何耳朵会生病 又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我们的听力呢 科学求证 眼见为时 大家好 我是高泽民 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之一 听觉系统一旦受到了损伤 将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该如何正确用耳 从而避免或者减少听力疾病的产生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听听这里专家老师的建议 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以龙病防治为重点 在耳聋 耳鸣 眩晕等内耳病的治疗上 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人员有限 工作量大的情况下 仍确保每天专家门诊的数量和质量 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和各种功能完善的检查设备 使门诊成为便捷有效的 为患者服务的第一个窗口和平台 在我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疗工作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持人首先进行了全面的听力检查 随后找到赵辉医生 帮助分析检测报告 赵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医学部主任医师 张医生 我这个听力情况怎么样 赵辉医生 你看这个听力报告 你的左边耳朵听力 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你看你这个低频的听力 都已经到了50分贝左右 平均听力到了38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突发性耳朵 突发性耳朵 对 什么是突发性耳朵呢 突发性耳朵实际上是一个原因 不是完全清楚的疾病 突发性耳朵 是目前耳科门诊中最常见的听力疾病 除了病毒感染外 长时间接触噪声 过度劳累 大量饮酒等 都有可能导致耳部宫穴 血管出现静磷 继而引发突龙 主要临床表现为 单侧耳朵的听力突然下降 少数可伴有炫韵 恶心 嘔吐等症状 那我到底是耳朵的哪个部分 出了状况才导致了这个突发性耳朵呢 突发性耳朵 到底是耳朵的哪个部位出现问题了呢 外耳由耳朵 外耳道构成 作用在于收集和传导声波 中耳通过鼓膜与听鼓链组成的传声变压结构 使声波振动能量传导到内耳淋巴液 内耳结构复杂 包括耳窝 前停和半规管 在听觉系统中 内耳的主要功能是将声波的声能 转化成听神经的电能 即神经冲动 由听神经将这种神经冲动 传到听觉皮质中枢 于是产生听觉 而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部位在于耳窝 也就是在声音转换的环节出了问题 在了解了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部位后 我们仍对其发病机理深感疑惑 在并没有接触强噪声的情况下 为何会突然出现耳聋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 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耳鼻咽喉研究所 该研究所于1987年建立 先后被国家和军队 平定为全军生损商防护重点实验室 龙病防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在以江四常 杨伟严等 四代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 该研究所已承担国家 军队 各项重大课题近200项 取得突出成就 配合我们进行后续实验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医学部副研究员于宁 为了模拟人耳受到损伤的情况 我们选取与人类具有 相似听力结构的豚鼠 做突发性耳聋的动物模型 将豚鼠麻醉后进行听力检测 确保其听力在正常范围内 方便开展后续实验 好 哎哟 老师 这实验是够低的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 在地下室做了一个隔声室 主要用于动物的造成暴露 咱们现在是小鼠呢 鼠呢 我在这里 我们现在把鼠呢 要拿起来 你最好戴个手套 行 选择清醒状态下的两只豚鼠 放入特制的笼内 固定于隔声室自由声场中 这是我们用来进行 噪声暴露的一个高原喇嘛 可以到120分贝 今天我们用100分贝的声音 来进行一个噪声暴露 有正常啊 你可以把它放上来 为什么选择100分贝呢 100分贝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工业与民用的一个噪声 很多场合都能达到 因在地铁中的噪声接近90分贝的水平 这种情况下 想要听清耳机里的声音 需要把音量开到100分贝左右 因此 为了模拟主持人受到噪声 在实验结束后 再次对囤鼠进行听力检测 我们第一个实验做完了 现在呢我们来到一个屏幕前 这是耳窝 是吧 耳窝然后骨膜 对 这是一个听觉的外周系统的一个模式图 耳窝部分呢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相应的突发性龙 噪声性龙 主要的病变在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有外伤的话 会有骨膜的穿孔啊 停下骨的断裂这种情况 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耳窝这部分 在耳窝当中呢 最主要的结构啊 在于这个毛细胞 这个毛细胞呢 出生之后16000个 它是不能再生的 丢失一个呢 它就少一个 所以丢失多呢 累积起来 就会出现一个清理下降 耳窝内分布着外毛细胞和内毛细胞 毛细胞由鲜毛和胞体组成 与突出相连 声波会刺激毛细胞产生振动 从而将声音传入听觉中枢 其中 毛细胞上的鲜毛 则是噪声损伤的易感部位 那么如果是鲜毛本身一件轻微的损伤 可能24小时不是48小时呢 它就恢复了 那么就暂时性听力的一个基本原理 这个也就是说呢 鲜毛损伤 它是可以修复的 比如你去KTV唱歌 非常吵 出来就觉得自己听力变差了 那么但是睡了一觉 第二天就恢复了 它的原因就是这个鲜毛本身的损伤 那我这个耳朵就单侧听不清楚 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对 但如果是细胞的胞体损伤了 或者是神经突出的损伤了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永久性的听力 这个过程呢 往往呢是比较缓慢 那么在出现明显的听力下降之前 是没有太多的感受的 但它一旦出现一个听力的问题 就会去断氧式的听力下降 虽然鲜毛的损伤 与毛细胞胞体和神经突出的损伤相比 有恢复的余地 但也不可掉以轻心 那么本次实验暴露于噪声中的臀鼠 听力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这是我们今天做实验的这个数据 是的 这是正常的听力 正常的 这是给了这个100分贝 4个小时的检测结果 预知提高了 那个是10个分贝 这里是65分贝 65 对 所以在100分贝 4个小时下呢 对听力会有影响 起码是一个暂时性的听力 那么今天我们做完 明天再测 它有可能会恢复一部分 那如果说 它比这个100分贝再大一些的话 它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例如110分贝 120分贝 更强的机械车辆的噪声 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 那么这个对于听力 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下一个 这个实验的结果 此次实验将噪声强度提高至 110分贝和120分贝 噪声暴露时长仍为4个小时 实验结束后 检测两组臀鼠的听力情况 110分贝和120分贝 4个小时的这个测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实验的结果 120分贝有点不太好了 是120分贝 暴露4个小时之后 给予90分贝的声音 没有任何反应了 那么这个是110分贝 还能看到一些波形 跟刚才你看到的 正常情况下相比的 那么就差很多了 所以这个110、120分贝 这样的高强度的噪声 对听力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我在考虑 有没有可能去改变一个变量 我们在同样的声音强度下 去测试不同的时间 对于臀鼠的这个声音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咱们职业卫生的标准 也是规定了 85分贝8个小时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界限 那么110分贝 可能它的工作时间 只有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有这么大的变化 是的 噪声暴露的累积的量的增加 那么也会引起 明显的听力下降 此次实验 仍选择同一窝臀鼠 经过检查 确保无听力问题后 固定于声场中 保持噪声强度100分贝不变 暴露时长 分别为2小时 4小时和6小时 实验结束后 分别对实验臀鼠 进行听力检测 实验结果表明 在噪声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听声时长增加 对听力的损伤 在成倍增加 这是因为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会引起精力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有更多的电子产品所使用 但是带来的风险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而且耳朵这么关键的一个感官 会受的影响是这种日积月累产生的 是的 它的过程是比较缓慢 出现变化之前往往不容易察觉 但是一旦出现听力问题 那么就是比较严重 像刚才提到的突发性龙 突发性龙一旦发生 一定要早治疗 早干预 那么这样恢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超过了一个实际上窗口 例如一个月的时间 再去治疗可能就会很困难 黄金治疗时间可能是一周之内 那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该怎么去预防这种 比如说突发性的耳聋 怎么才能安全的用耳呢 我们在噪声环境下 第一是尽可能远离 第二个呢 如果是一定在噪声环境下 工作和生活 那么注意要佩戴耳罩耳塞 佩戴降噪耳机 用耳的时候呢 要注意用耳卫生 音乐的这个音量 那么尽可能不要超过60% 时间呢 每次不要超过60分钟 近年来 不少商家推出了 有降噪效果的耳机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那么什么样的耳机 才会有较好的降噪效果呢 这个降噪耳机啊 从功能上来说呢 分两种 一种就是单纯的耳包呢 它把耳朵包住 并成被动降噪 还有一种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 加上主动降噪 被动降噪 原理是利用 隔声材料的物理特性 来进行降噪 主动降噪技术 是在物理隔声的基础上 耳机内部设有音频处理电路 自动监测背景噪声 降噪系统实时产生 与噪声相位相反 振幅相同的声波 通过两者的反向叠加 抵消噪音 实现降噪的效果 那么 主动降噪 与被动降噪的效果 会有何差别呢 我跟余奥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实验室 我们看到了满眼的橙色 是西棉的这个材质应该是 大家看到的这个橙色呢 是一个这个尖僻 正经牺牲 一个声音发出之后呢 它可以向远处无线的传播 而没有反射 销声式简单来说就是不具有声学反射能力的实验室 声源在发声后会被吸收 不产生回声 而在声学的实验室中 有一个与销声式具有相反声学原理的混响式 混响式是一个能在所有边界上全部反射声能 并在其中充分扩散 使其各处形成声音能量密度均匀的实验室 分别在两种实验室里扎破一个气球 来 三 二 一 而在半销声式中听到的声音 因此两者的实验用途也不同 那么这种实验室呢 对于比较精密的声学特性 可以进行一个检测 我们首先对只有被动降噪功能的耳机 借助人工头进行隔声量的测试 其耳朵内侧放置了一个用来收集声音的麦克风 将测试耳机佩戴在人工头上 把施加的噪声音量与人工头收集到的音量相比 其差值即为耳机的隔声量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人工头佩戴好的耳机 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测试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下面用人工头来测试 这是一个噪声环境 对听力是有潜在危害的 咱们可以离开这个环境 我们到设备前来观察它的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就好了 好 你走 咱们看一看 在70分贝的噪声下 戴上此款耳机的人工头 所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在62分贝左右 即隔声量为8分贝 如果在不同的噪声强度下进行测试 耳机的降噪效果会不会有变化呢 刚才从数据上看呢 隔声量只有8个分贝 稍微有点低 有点低 对 但是咱们还可以在不同的强度下 再分别测试一下 例如50 70 100 这样的声音强节的情况下 那我们接下来先试一试这个100分贝 100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生活当中 100分贝就属于比较强的噪声 强噪声 对 例如工厂的气敌 飞机起飞 听到的噪声会超过100分贝 当把噪声强度提高到100分贝时 这款耳机的隔声量仍在8分贝左右 鱼老师 那我们现在做完了100分贝和70分贝这个测试 可是我们在实际生活的场景当中 也不会说一直长时间地去待在这种 强噪音量这个环境里面 比如说现在说话这个音量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贝情况 我们说话的这个环境呢 我们可以用声机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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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显示这款耳机的隔声量达到32.9分贝 要是我们这次打开了这个主动降噪功能 它会降低的更多吗 是的 特别是在中低频 刚才咱们测试了之后 那么它还有10个分贝左右的这种降噪的能力 将两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被动降噪在全频上均有降噪效果 而在被动降噪的基础上 在打开主动降噪功能后 高频段的噪声值并没有明显变化 反而在中低频段有更加明显的降噪效果 那它这个主动降噪跟被动降噪 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呢 主动降噪跟被动降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会针对于一些特定的频率 比如跟被动降噪来什么 我就全频段的降低相比下 它会有一个选择性 因为主动降噪技术的工作原理 就是把收集到的声波进行反向位抵消 中低频声波的波形较长且稳定 容易被芯片识别 高频声波的波形比较短 而且变化很快 可能导致主动降噪芯片的算法来不及处理 因此高频噪音很有可能在 还没有被麦克风捕捉到之前 就已经被人耳听到了 在这种偏差下 反而变成了同向的信号 形成风噪效果 那主动降噪的技术设计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效果如何呢 我们带着这款耳机 来到了几处常见的 生活噪声环境中 进行实地测试 我们现在来到了街道上 我带着一个升级机 另外我的手机 连着一个主动降噪的耳机 我们来测一测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它的噪音分贝大概是多少 而且在这样的分贝条件下 我们使用主动降噪耳机 声音开到百分之多少 才是一个合适的音量呢 来 我们先测试一下 好 经过了大概一分钟 我们测到的一个噪声的分贝呢 大概是在70分贝左右 在70分贝的噪音条件下 我们来听一听音乐 看看这个耳机 需要把音量调节到多少 才是一个合适的范围呢 我现在大概呢 是把声音调到了百分之五十 经过测试呢 在70分贝的街道上 我们把声音开到百分之五十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更换一个场景 看看在不同的场景当中 我们这个声音会不会有所变化 好 我们现在呢 找到了一个声音 更大一点的地方 我们在身后呢 有公放音乐的一个喇叭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它的这个声音分贝 大概是多少 这个时候它的分贝值 大概在72到73左右波动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分贝条件下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音乐 看看同样的耳机 它的音量是不是要调整 到不同的大型 比刚才高还要低一些呢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呢 在耳机里面听到的 完全没有环境的声音 全部都是来自我手机 去播放的这个音乐 它的声音值呢 同样是百分之五十 好 这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换换其他的场景 看看会不会有所变化 走 好 现在呢 来到了一个噪音 比较大的工厂 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噪声的分贝 大概呢 是在85分贝左右 我们试试 在这样的条件下 来听听音乐 看看它的这个反应 效果是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呢 戴上耳机之后 它的整个的降噪效果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我现在声音的这个位置呢 开到百分之五十 是最舒适的一个范围 百分之五十 之后我们来到更加嘈杂的地铁上 此时的噪音音量接近九十分贝 再次用同样的一款降噪耳机听歌 发现手机音量只需调到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因此 结合生活场景来看 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声音 大部分集中在中低频 有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 已经可以抵御绝大部分的公众噪声 起到较好的听力保护作用 然而 因主动降噪技术的芯片成本 价格过低的耳机 基本没有主动降噪功能 因此 在选择降噪耳机时 除了关注价格外 还要注意查看耳机的降噪范围 性能优良的降噪耳机 大多可以降低二十到三十分贝 另外 要注意佩戴的舒适性 尽量选择耳垫柔软 包裹性好的头戴式耳机 降噪耳机的出现 是为了方便使用者 在噪声环境下 也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 即便选择了一款 降噪性能良好的耳机 也不能把音量开得过高 或是佩戴时间过长 否则 均可能造成听力损伤 引起突发性耳聋等听力疾病 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 如若出现听力问题 需在一个月内及时就医 防止提前拥有一双衰老的耳朵 好 感谢余教师做客 实验现场 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更多精彩 请继续关注实验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